好,我们接着上一次课啊,我们把这个里面检索出来的这个地址跟它的这个呃程式还有一些电话信息,我们通过控制台的方式给它输出了对吧,进行输出,那我们上一节说到这个说如何把这样一个呃,我们查找出来这个位置在这个地图上给它标记出来的吗,对不对,给它标记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你看,就是虽然说查出来了,这些信息查出,但是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显示,嗯,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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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是用一个怎么小图标啊,或者跟像这样的啊,把它这个位置给它标记出来,哎,你就大概知道在地图上它是在哪个位置了,对对对对,是不是啊,好,那这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哎,我们就需要在这个PIO检索这个结果这个位置啊,在检索结果这个位置啊,我们就不仅仅在这里面做这个输出了,是吧,嗯,做输出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哎,前面我们是不是写了一个如何在通过一个经纬度,然后添加这个呃, 标注覆盖物,是吧,对,添加标注覆盖物,实际上这个也是类似是吧,我就得到当前你搜索的那个位置,然后把这个位置添加一个这个,这个图片进来,是吧,嗯,好,那我这儿呢,我先提前,比如说先找一个,呃,先找一个图片,好吧,先找一个图片啊,我们在这儿,我们看一下啊,图片,呃,哎,假装就用这个,这个五角星,是吧,嗯,等一下我写标记出来的时候,就用这个五角星来进行做标记啊, 我把这五角星呢,就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工程,IS里面来,对吧,然后呢,是,放在哪里啊,这个MAP里面,对吧,MIPMAP里面,呃,就放这个高像素的就行了,粘贴进来,嗯,好,我把它放进来了,然后呢,实际上是,还是这样一段代码,对吧,只不过这段代码,现在我要放在这儿, 要放在这个位置来进行调用,是吧,嗯,来进行调用,那呢,你可以写一个方法,啊,写一个方法,封装一个方法,或者呢,直接在这里面写,也可以,是吧,好,我怎么得到这个,当前搜索出来,这个信息的,这个,经纬度呢,哎,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个PIOInfo里面就可以拿到,对吧,你看,P点,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Location,这个,这个,这个属性,是吧,这个属性,实际上就是, 嗯,经纬度,嗯,这个就表示这,它的这个经纬度的意思,对吧,嗯,所以呢,我们根据上面所写的这个代码,我们,呃,已经有了,然后直接通过,这个,这个,bitmap, bitmap, description,对吧,哎,这个叫bd,啊,bd,我们通过这个,bitmap, description, factory, 是吧,嗯,嗯,是这个对,factory点,呃,flung,一个,resource,我们是,啊,点哪里啊,这个,MIPmap,点,是不是一个,start,对吧,嗯,再加一个start,就把这个图片,啊,描述信息给,创建好了,创建好了,这些对象,然后呢,我们需要创建这个图层,实际上是跟这个差不多,对吧, 创建一个图层 就这个 这句话 拿过来 放到这 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这个经纬度 我们通过哪个来设置 P点 我们刚才说 通过它的location 对吧 通过它的location 好 这边呢 是叫BD BD就这边 这个选项 创建 少了一个斜杠 对吧 好 option完事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地图的添加了 对吧 地图的添加 那我就直接用这个 百度map.add 是不是overlay 然后options 给它添加进来 是吧 添加进来 是不是就 OK了 就OK了 我们运行一下 这样子 三句话就可以了 对吧 把它去除掉 我们切到这个 地图 这需要等一会 好 打开了 现在我们要点一下 看一下这个反应 看有没有反应 我们点一下这个PL检索 点 看到吧 看到吧 现在这个 这个屏幕上布满了星星 对对对 布满了这个绿色的星星 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当前这个位置给 标注 我们给它标记出来了 对吧 给它标记出来了 所有的这个星星 就查出的是十个 对吗 十个位置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我们都有星星了 给它标注出来 对吧 是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感兴趣的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在地图上进行一个显示 好 我们说了这个前面它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个检索的这个方式 对吧 其他检索的方式 比如说它有包括 我们就给大家举了一个PIO这个检索啊 它还有公交信息啊 像这些啊 线路规划呀 对吧 线路规划这些信息 它都有这个呃 比较详细的这个代码 OK 比较详细的代码 然后大家呢 可以呃 按照这个例子呢 去给它去写就可以了啊 都大同小异啊 大同小异 都是你看 都使用了这个search这个类不一样 对不对 使用这个类不一样 好 这是大概是检索的这样一个功能啊 检索的功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PPT这个位置啊 回到PPT位置 这是检索 第七个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地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定位了 就有了地图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显示内容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位置信息要显示出来 是吧 这个很有用 对 这个地图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就在这儿吧 比如说我要显示我当前是在哪 对 对吧 当然在哪 或者说你走到哪 你得把你的位置定定位出来 这是在地图上的这个这样一个功能是吧 嗯 好 那么百度这个定位呢 sdk呢 就可以获取相应的这个位置信息了 那我们利用这个sdk的这个这样一个接口 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展示这个实时的位置信息 哎 这里一段的大概是它的这个 我说核心的一段代码是吗 核心的一段代码 你看啊 呃 这个代码实际上啊 我们在这可能不太方便看啊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呃 文档里面来好吧 回到文档里面来那么往上走这个位置就是有这个定位这一块功能对不对 嗯 定位这块功能呢 那么刚才看到了就是这一块这个代码对吧 哎 这块代码呃 开启定位的图层 首先呢 要把这个图层就是定位的图层先打开对吧 第一步 第二步呢 要构造一个这个定位的这个数据啊 构造定位数据 叫做啊 它统一用这是呃 之前我用过它比较低的版本 2点几的版本 它这个写法是不太一样的啊 这是现在是3.4是吧 3.4这个版本只是不太一样了呃 大家就根据API来看就行了 那么叫my location date 就是位置信息 对吧 对信息 你看它的创建方式呢 跟我们在安卓里面用的这个呃 比如说一个构间器 对吧 创建器的方式是类似一样的 都是用builder啊 这种方式 然后呢 我们去通过它去设置它的这个呃 相关的这个信息啊 相关的信息 呃 位置的信息 然后设置它的这个比如说方向啊 顺时针什么等等 对吧 然后还有设置 追踪呢 把这个location date呢 就放到了这个叫side这个地图上 对吧 嗯 设到地图上 嗯 如果你要有这个图标的话 你还可以创建相应的这个图标 是吧 相应图标 哎 当不需要图成的时候呢 再进行一个关闭 是吧 再进行关闭 就它简单的是列出这么一小段这个代码 但这个代码呢 可能还不够我们去呃 我们使用的时候 这个这点代码 可能还还还帮在我们学习的时候 还不够是吧 那我们就要看哪呢 你看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连接 最重要是请参考定位的stk相关介绍 这个才是更详细的这个定位相关的这个这个api 对吧 嗯 你看打开 好 这个就是专门用来定位的sdk了啊 sdk了 那么它相应的呢 这些是简单的一些介绍啊 简介绍 那么通常情况下定位呢 都是通过这种叫 嗯 精准的这个叫网络的定位跟这个gps定位 嗯 嗯 嗯 gps定位 我们就说呢 gps那个卫星嘛 嗯 那个卫星 这是美国提供的啊 就是24颗卫星 然后呢 照射地球啊 这个这个就是同一时刻 同一时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三颗卫星同时照射到 照射到任何一个点 那么通过这个点呢 来去定位说你在哪啊 你在哪里 当然了这个gps呢 通常情况下是不能不能进行穿透了是吧 不能穿透 比如说你躲在这个地下啊 他就gps就信号的收不到 经常我们会这样是吧 就他只能这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是吧 表面上进行搜索 那像这个gps就是实时的是吧 对 它是实时的 实时的啊 就是你到哪 他就实时的去跟这个卫星进行通通讯啊 实际上我们手机上如果是要做这个定位的话 它是什么样一个原理呢 什么原理呢 实际上我们手机说 只要你的手机支持这个定位是吧 支持这个gps 它有一个硬件 就手机里面专门有一个gps的这个模块 有一个硬件装置 这个硬件装置呢 就打开以后 只要你手机上啊 手机上你把那个gps的那个那个信息 把那个gps的那个开关是吧 gps的开关 你只要是呃打开的嘛 哎 你可以设置一下 在设置里面呢 这边有这个我们说的 网络 呃 呃 位置信息 我们现在我这里已经开启了 对吧 嗯 哎 我这个位置信息已经已经已经开启了 仅通过wifi下载辅助数据是吧 就是我的这个gps模块相当于已经打开了 嗯 那么它就会怎么样呢 它会呃 呃 时时的如果你开启gps 它会时时的跟这个呃 发送这个无线信号 发送无线信号 然后呢 跟我们这个卫星 嗯 跟卫星进行呃 请求 请求它的这个位置 实际上数据呢 就从那个卫星那边给你发回来 嗯 发回来 首先呢 就发到你那个接收器上了 嗯 实际上你的手机那边 那个叫接收器 叫gps信号接收器是吧 嗯 就跟我们这个 这个听广播一样 里面收音机 实际上就是个接收器的功能 是吧 你广播把这个信号发出来 你就能接收到 接收到以后呢 这个信息 它就会通过软件上 是在在展现出来 对吧 它是实时进行交互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做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定位了 对吧 所以定位 比如说我们汽车上呢 经常说你这个 呃 这个定位 对吧 汽车上这个车载导航啊 这些东西是吧 哎 做这个定位 说你看 那汽车上的这个GPS导航 它有网络吗 这没有啊 嗯 对吧 这没有网络 就是一个机 那它通过什么定位 就是通过这个 跟卫星GPS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定位的方式啊 好 那么同样呢 你要使用这个定位的SDK的话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开发指南 对吧 开发指南 你就根据开发指南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呃 这个申请密钥呢 就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了 对吧 跟前方式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换一个工程 你要重新申请一个 因为每个工程 它里面后面的那个包名是不一样的 对吧 包名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呃 这个已经申请完了 我们就不再行程申请 那你就直接点这个叫V5.3 对吧 V5.3 好 这儿它就会告诉你怎么 怎么把这个安 这个百度的这个定位的SDK 集成在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 对吧 嗯 好 那么它里面呢 通过也是通过一个叫SO的一个叫动态连接库 动态连接库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呢 还有就是一个对应的这个定位的SDK的一个架包 是吧 一个架包 你要把它呢放到我们的工程的这个Live模式下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道理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位置 然后在我们的SDK里面 SDK里面 这是我们的这个Demo里面有没有 Demo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叫 这个是吧 对吧 嗯 location location SDK 5.0 对吧 嗯 5.0 好 这个就是架包 你把它复制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工程的Live模式下 给它 粘贴进去 是吧 然后呢 再 看一下 再右击一下 再给它添加到我们的Live模式下 D5的一下 是吧 相当于是啊 OK 好 给它添加进来 它就会重新的进行这个 呃 重新进行编译是吧 重新进行编译啊 嗯 加这个包 完事了以后呢 我们等会加载啊 它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SO SO这个文件 是吧 跟这个前面用的这个3.4 这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要把这个location SDK5的这个SO文件 也要拷贝过来 嗯 放到我们的这个工程的 创建的这个叫 叫啊 Liveless 里面去 就跟这个SDK放一起 是吧 嗯 放一起 这样的话呢 这样呃 就 可以使用定位的这个这个呃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API文 API了 嗯 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那它这边还有一个是吧 还有一个是V叫做V7A 是吧 这是一个兼容的一个版本啊 兼容版本 如果你把它也放进去的话 这样的话兼容行为更好一些 嗯 是吧 兼容行为更好一些 就把这个呢 也同单独考一份吧 考一份放在这个定级这个目标下 对吧 嗯 就可以了啊 好 我现在暂时先呃 先不考啊 好 加进来以后呢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API文档 API文档啊 这一步我们就到 勿库文件 我们就搞定了 对吧 现在第二步要设置一下 这个Manifest的这个清单文件了 好 它这边呢 它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做 Application标签中声明一个叫 Solid组件 Solid组件 这个组件呢 实际上就是用来做这个定位 实施定位的时候用的 嗯 定位的这个一个服务啊 不断的这个进行这个 这个交互的一个服务 所以呢 这个是它内置定好的 明白了吧 嗯 也定好 所以你必须要呢 要把这段话 要把这个Solid呢 复制过来 对吧 复制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清单文件里面去 我们的清单文件在哪里啊 在这 我们把它 放过来 是吧 把它放过来 这次一步 这个Solid 我们把它拿过来 重要提醒 OK 看啊 3.1版本之后呢 说下面这个权限呢 就是不需要了 否则将由于5.0多账户系统的加强权限管理 而导致应用安装失败 也就是说这个权限呢 它是把它给去掉了 所以呢 你也把它去掉 就是这是百度 Location Solid 这个权限 是吧 这个权限把它去掉 还有就相关声明的这个权限了 这边就是相关声明的权限 我们先把它拿过来 可能会跟我们之前写的那个权限有冲突 是吧 可能会有冲突啊 我们先拿过来 先比一下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冲突 有没有相同的啊 有没有相同的 这access 呃 xml 这个是access 呃 这个没有 是吧 然后这个WiFi的访问WiFi的状态 这个是有的 对吧 对 这个是有的 我们就把它 这个要删掉 这个访问网络的状态应该也有 是吧 嗯 这应该也有 我们也要把它删掉 这个是WiFi信息用来进行网络定位的 是吧 change 嗯 WiFi 这个点一下这边会显示的话 那这不就是表示这个是重复的是吧 嗯 重复的我们就就不能要了啊 嗯 这个肯定是没有 这个刚才看到也没有是吧 读电话的状态 这个也有吧 上面已经有了对吧 嗯 已经有了 我们要把它 这个也要去掉 这个是写 sd 卡 写sd 卡数据 这个也有了 然后internet的权限 上面已经有了对吧 哎 上面有了 然后这个是 呃 写入离线定位的这样一个数据 离线行为数据有吗 这个好像没有吧 然后读日志 读日志这个也没有了吧 嗯 没有 OK 是不是这个注释有问题了 把它都去掉 好 这位置啊 这是这个 结束的问题是吧 把这个都 换成这个 结束符号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权限信息就加进来了 对吧 嗯 加进完这个权限信息 再继续往下看 设置 access key 就是你的那个百度地图申请的那个key 这边呢 我们是用的是同一个是吧 用的是同一个key 所以就不用再测试了 已经有了 对不对 这边这一步已经有了 好 继续往下 呃 功能类的使用 那么呢 首先他要求你是要去做这个呃 导入一些类是吗 把这个inport 这个导包 把这个内包都导入进来 对不对 嗯 都导入进来 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工程里边 啊 工程里面 man negativity man negativity 有点 呃 我们就 假设说我们就在这儿啊 嗯 就在这儿的话 就在这儿 粘贴 我们就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 咦 导进了吗 嗯 没有吧 好像 好像 没有 对吧 对吧 粘贴 他是没有放没有放进来是吧 没放进来没关系 等下我们写那个类的时候再继续往下 加就可以了啊 因为他没有使用这个类呢 加进去他就自动给删掉了 对吧 嗯 自动给删掉了 好 看使用基本的这个定位功能啊 基本定位功能 呃 定位里面根据用户实际需求 返回用户当前的位置的基础 这个我们说的定位服务 包括GBS和网络定位两种啊 嗯 两种 那么WiFi和基站就是网络定位就是WiFi跟基站 基站是什么意思啊 基站就是信号塔啊 知道吧 就我们经常有很多这个信号放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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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塔 因为可能有些这个信号到到这儿如果太远的话 他信号就弱了 对吧 嗯 弱了 那比如说这个这个移动啊 还有这个联通啊 他就会有一些这个信号信号塔 就他接收这个信号以后他再放大 再把这个信号再放大 再发出去 这样的话别人就能收到这个信号了 对吧 就是类似这种 好 WiFi他就是我们的说的这个是网络了啊 是网络了 好 那么里面用到一个定位的一个类就叫Location Location Clend 对吧 Location 位置的一个Clend 客户端 他他通过这个类里面来去请求啊 来去发送一个位置定位的一个请求 你看看他大概怎么做的啊 呃 首先呢 他是先定义一个先创啊 需要在on create里面去创建这个叫Location Clend 这个Clend 那么里面传的是一个application对吧 application 然后呢 里面呢 会有一个会有一个 嗯 监定器叫my location 这个lesson呢 这个lesson呢 是我们自己写的 为什么监定器 就是说 你要请求你当前的位置 我当然在哪 我得发一个请求 发给谁啊 发给这个这个百度 他不管是通过这个WiFi去定位 还是通过基站去定位 反正那边有百度去去操作 对吧 嗯 那么他返回信息以后 这是一个异步的过程 返回来这个这个位置信息 你是不是得接收啊 对 接收完了以后 你再把这个位置信息在地球上再描出来 是这样一过程 还挺麻烦 对吧 看着挺麻烦 这个原理就是 比如说你是那个GPS 我是要用这个 我不知道我的位置 嗯 那我只能问你 是吧 因为你是GPS 对吧 你是GPS 那不管你是从网络去定位 还是从 从这个天上卫星定位 反正你就知道 对吧 然后呢 那我请求把我的精美度发给你 是吧 哎就发送位置 然后你就 哎不是 我请求你 然后你你把我当前的位置的精美度发给我 嗯 给我了 那我得到这个精美度 我就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位置标注出来吗 是吧 大概是这样一过程 好 那我们是需要有一个 嗯 location client 我们需要有一个location client 这个类 好 一放 他就自动倒包了 倒包了 有了这个类呢 我们还需要在oncredit里面呢 我们需要去 这个声明这个类 是吧 声明这个类 我们再照写 嗯 嗯 就把它创建出来 对不对 把它new出来 晚上以后呢 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个监听器是吧 这个监听器是什么呢 肯定是需要 你看这边是百度locationlessner 然后另外一个mylocationlessner 什么意思 肯定这个监听器是我们自己写的 并且继承了百度的这个locationlessner 是吧 哎 继承了它 那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类 叫做 就叫这个mylocationlessner 对吧 对不对 你看你往马上走 往马上走 哎 你看到有这样一个类是吧 有这样类 那么它实现这个百度loc 这个这个locationlessner 这样一个一个位置对吧 实现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位置 好 那我们可能需要这样一个类吧 需要这样一个类拿过来啊 我们先拿过来再看啊 看到里面是什么对吧 呃 我们假设做就放在这儿 OK 我们就放这儿 这个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哎 我看一下这个括号 是不是 括号是不是有点 多啊 哦 这这一句话去 不多 哇 这是呃 位置 位置 什么 监听器 监听器 对 位置 监听器 我的位置监听器 实现这个百度的locationlessner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 receiver location 这个就是接收的方法了 对吧 对不对 嗯 接收啊 位置 这个信息 的 回调 方法 也就是说 你请求了以后 这是一个逸步的过程 如果GPS给你返回数据 它会回调你这个类的 这个方法 然后把位置信息 百度location传进来 是吧 可以传进来 好 你判断 如果它不为 如果等于空就return 否则我就可以获取信息了 是吧 你看获取当前请求的这个位置的时间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叫 很多信息啊 就location里面很多信息 哎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个信息 是吧 这两个信息就是它这个经纬度了 嗯 对吧 纬度跟近度 是吧 纬度跟近度 这个是什么方向啊 这个速度啊 高度啊等等啊 一些信息都可以去得到 然后最后呢 最后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啊 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以后呢 你看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信息先 输出一下好吧 嗯 sb我先把它把这个位置信息先打印出来啊 啊 先先先给它先给它打印出来 OK 好 输出出来 然后这个类已经有了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在 哪个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去定一个百度 Location Lesson了 对吗 Location Lesson了 Lesson了 等于另一个什么 是我们刚才的My Location Lesson了 嗯 好 然后这个Lesson了 进行这个 叫做 不是 我们需要通过它去注册 是吧 嗯 OK 点 Register Location Lesson了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叫Lesson了 这叫 注册 这个 位置 监听 器 是吧 注册这个位置监听器 好 位置监听器注册完了 我们再看啊 再回到上面再看 再看 这里注册完了 下面就是一些你主要要请求的方法了是吧 你看这个方法就是要发起请求 但首先你还要进行一个开关是吧 有开关啊 请求完这注册相应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提醒的事件啊 呃 开 然后这是请求是吧 正常发送请求 呃 卸载 获取信息 我们看这一段 对吧 我们可以看这一段 这个就是这一段代码呢 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 我先把他先 先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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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请求的返回的是这个这个信息是什么样一个信息对吧 把这一段呢 我们先拿过来 我们要把他放在 把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按钮吧 可以吧 我们可以加按钮 等下一点我就把位置就就就就做这件事情是吧 嗯 做这件事情会更好一些啊 好把一个按钮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写上我的 我的 位置 位置 是吧 写上我的位置 叫my location 啊 my location 然后这边呢 我再写一个 on click onclick 叫my location click 回到这 把他添加到哪里呢 这个 public void view ok 这个就是用来请求 请求我的这个位置 信息 对吧 刚才那一段 我们说了 把他 把他拿过来 是吧 把他拿过来 这里可能还有一些 呃 还有点问题 就这些类还需要改 是吧 嗯 还需要改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到这啊 先写到这 那么一会儿我们再继续 给大家去玩上的代码 好吧 ok